临近产期 我无意中在老公的手机里 看到这样一条搜索记录 怎样让老婆在生孩子时意外身亡 我摸了摸自己已经七个月大的运渡 不由地惊出了一身冷汗 晚上 老公在浴室洗澡 我在客厅准备代产包 手机没电了 下意识拿起他的手机 想要搜一些代产注意事项 却无意中翻到了他的历史 搜索一栏 里面有两条记录 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 怎样会让一个产妇 在生孩子时意外身亡 配偶意外死亡后的遗产继承顺序 我当场愣住 以为自己看错了 又反复确认了好几遍 确实是他搜索过的 可是 他为什么要搜这些东西 我摸了摸自己七个月大的运渡 几倍不由地震震发寒 老婆 我毛巾忘拿了 在柜子里 你帮我取一下 老公在浴室大喊 我犹豫了一会儿 放下手机时将这两条记录给删除了 这才起身去取了毛巾 老公走出浴室后 第一时间拿起自己的手机看了看 然后明显松了一口气 边擦头发边问我 老婆 你今晚要洗头吗 我帮你 不 不用了 我清了清嗓子 我好像有些受凉 先睡了 说吧 起身往卧室走去 他一听我受凉 立马跟了上来 一脸关心地问东问西 又说 我现在是孕晚期 可得格外注意身体 我看着眼前这个体贴入微 事事周到 仔细的男人 无论如何 也没办法将他跟手机里的搜索记录联系在一起 我跟陈磊结婚快两年了 他二婚 有个六岁的儿子 归前妻抚养 而我是投婚 现在怀孕七个月了 或许是因为二婚的原因 他对我格外好 从不让我做任何家务 就连我的内衣内裤都是他熟悉 怀孕后 更是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我孕晚期全身浮肿 弯不下腰 是他每天端水 给我洗脸洗脚 YZ亲戚朋友 无意不羡慕我 找了这样一个好老公 就连生孩子 他也因为怕我疼 提前替我预约了剖工产 还连月子中心也一起定了 我想不通 这样一个人人称赞的好老公 会背着我在手机里问那种问题 那一晚 我根本无法入睡 等他彻底熟睡后 这才从枕头底下翻出他的手机 再次打开浏览器 却发现里面的历史记录全都被清除了 还设置成了无痕模式 明明先前我用他手机时 还并不是无痕模式 这是他后来设置的 我又翻遍了他所有的社交软件 转账记录 包括邮箱 相册 甚至是外卖软件 均没发现什么异常 太干净了 干净的就像是一部新手机 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奇怪 放下手机时 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新闻 说是现在的智能手机 多是双系统 我赶紧拿起自己的手机 搜了搜他的手机型号 按照提示操作 果然看到了另一个操作系统 只是有密码 我跟陈磊的手机密码是互通的 他说夫妻之间不需要有什么秘密 我也一直很相信他 可此刻 面对他手机里另一个系统 我却有些无能为力 我不知道密码 无论是他的生日 我的生日 还是重要的纪念日 均提示密码错误 再错一次 就要锁上半小时了 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串数字 尝试着输入进去 没想到成功了 随着丁的一声解锁 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陈磊 这个系统才像是他平常用的系统 里面有很多他生活过的痕迹 相册 微信 聊天记录 我看到他跟前妻一直保持着来往 隔三差五会给他转一些钱 前妻让他务必说服我剖工产 因为只有上了手术台 我才能任由他们摆布 我看到他在网上向律师咨询 老婆一旦过世 老公将是遗产的第一继承人 看到他晒出那份一年前给我买的高额保单 算计着我死后 他能拿到多少赔偿金 我一瞬间明白了所有 一年前陈磊突然买了两份保险 一份他的 一份我的 受益人填的是对方的名字 他当时说 老婆 我天天在外面跑业务 坐车坐飞机都是常识 我得给你一份保障 我当时还哭着制止他 说 再不能说这样的傻话 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长长久久的一辈子 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颤抖着手继续往下翻 最后 前妻问他 万一他肚子里的孩子活着生下来了怎么办 你到时候不会心软吧 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他这辈子就只有安安一个孩子 安安 是他跟前妻的儿子 已经六岁了 刚刚我输入的密码 就是安安的生日 他们才是一家三口 而我只不过是 他们想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的垫脚石 我有房有车 还有城市户口 老婆 你在看什么 正看得入神 旁边的人突然动了一下 陈雷醒了 他半撑着身子 头下意识要往这边探 那一刻 我脑子里浮出无数种可能 如果让他知道 我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会不会恼羞成怒 现在就弄死我 我挺着个大肚子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而在我跟他结婚的两年时间里 他获取了我身边所有亲戚朋友的信任 立足了好老公人设 我一旦去世 连怀疑都不会怀疑到他头上 老公 我肚子不大舒服 我一手捂住自己的肚子 另一只手迅速将他的手机关机 你的手机好像没电了 能不能帮我找下我的手机 手机只要一关 他就不会知道我查看过他另一个系统的事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我的手机 怎么会肚子疼呢 现在才七个月呀 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我去趟厕所 我说着夺回了自己的手机 急忙去了卫生间 迅速叫门反锁 然后颤抖着给我递发了一条消息 马上过来接我 不要问理由 也不要打电话 马上 刚发完 外面便响起了敲门声 老婆 你没事吧 肚子还疼吗 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道 老公 我突然想吃小区门口那家店的春饼了 你能不能去给我买一点 那家店是24小时营业的 我以前就经常跟他一起 半夜跑出去偷吃 他只犹豫了一会儿便答应了 我听见他嘻嘻嘶嘶穿好了衣服 然后是大门关上的声音 我并没有立马出去 而是又等了一会儿 确定他已经走远 这才点起脚尖 通过卫生间的窗户向外望去 正好看到他戴着帽子 往小区门口跑的背影 我松了一口气 赶紧打开卫生间的门 急急跑了出去 一边坐电梯 一边给我弟打电话 刚走出电梯 整个人突然被一道高大的身影笼罩住 老婆 你要去哪里 是陈磊 他根本没离开 而是一直站在楼下等我 四周静悄悄的 连外面的路灯都已经熄灭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小心打亮了一眼他的神色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才像平常一样 上前挽住他的手臂 老公 我肚子好饿呀 一直不见你上来 就自己下来找了 他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小馋猫 谁让你晚上不好好吃饭的 我手机忘拿了 正准备回去取呢 我带手机了 走吧 我们一起往小区门口走去 春饼店的老板看到我们 像往常一样打了声招呼 等春饼的过程中 我弟肖志也开着车到了 我赶紧迎了过去 爸没事吧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我这就跟你回去 我弟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陈磊已经跟了过来 怎么了 爸出什么事了 我抢先回答 没什么 就是老毛病又犯了 老公 我今晚跟我弟回家住 你先回去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说着 人已经上了萧志的车 老婆 都这么晚了 我跟你一起去吧 陈磊也要上车 我赶紧制止 不用了 我爸这是老毛病了 我回去看看就好了 我弟开车 你还不放心吗 陈磊想了想 最终点头 那好吧 我明天下班过来接你 车子发动后 我看着后视镜里 陈磊越来越远的身影 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 路上的时候 我弟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大半夜地把他叫过来 还不让他说话 我犹豫了一会儿 将陈磊手机里的秘密和盘拖出 我弟听完 下意识一脚刹车停在了路边 姐 你没搞错吧 姐夫平常对你那么好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瞧吧 连我亲弟弟都不相信 陈磊的好老公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我一旦出事 绝对不会有人怀疑到他头上 你觉得我会拿我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我问我弟 我弟看我一眼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手中方向盘用力一转 我这就去找陈磊算账 看我不打死他 我赶紧阻止 小智 你别冲动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那些聊天记录在他手机里面 他随时可以销毁 那怎么办 我们去报警 没用的 光凭我们的一面之词 警察是不会相信的 小智 我们先回家 这件事需要从长计议 也先不要告诉爸妈 小智答应了 先开车将我送回了家 第二天一大早 他又发给我一个网站 说是他连夜让同学帮忙 做出来的 网上律师咨询所 陈磊不是喜欢上网咨询律师吗 你想办法让他去这个网站 只要他去 我就一定能让他留下证据 我没想到 我弟的动作这么快 我利用以前所学专业 给这个网站做了广告 又以匿名的方式 发去了陈磊的私人邮箱 然后我让我弟陪我去了一趟医院 将里面的产检资料全部取出来 另外找了一家医院代产 刚办理好预约手续 便看见陈磊前妻带着安安 一路蹦蹦跳跳地往医院走来 两人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 陈磊的前妻叫刘敏 是个网络红人 依靠拍摄自己跟儿子的日常生活而走红 他们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刘敏便以单亲妈妈 独自为患病儿子称起一片天为话题 记录着生活日常 收获了大批粉丝 如果不是昨晚亲眼看到他跟陈磊的聊天记录 我也会被他坚强勇敢的母亲形象感动 想到这里 我下意识掏出手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然后跟着他们去了儿科 他们给安安做完体检便离开了 等他们走后 我跟我弟花了一些钱 买到了安安的体检单 体检单显示一切正常 安安根本没有任何心脏病 我整理好体检单 准备回去以后 匿名发到网上 结果刚到家就看到了陈磊 他似乎是刚下班 身上还穿着公司的制服 手上提着两盒礼品 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我当时就是被他这副 人母狗样的外表给骗了 不要房不要车 还到贴彩礼 嫁给了这个二婚男 他进门后 首先向我爸问了好 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春饼来 老婆 知道你一直缠着口 特意给你戴的 然后熟练地挽起袖子 进厨房帮忙去了 我弟看到他恨得牙齿痒痒 被我一把拉去了房间 从柜子里取出两瓶酒来 今天能不能拿到证据 就看你的了 我弟立马会议 席间 他一直不停给陈磊灌酒 我弟在销售部工作 酒量早就炼出来了 曾有一个人干拍一桌子人的丰功伪绩 陈磊在他的攻势下 很快便缴械投降 躺在桌上人事不行 我摸出他的手机 打开另一个系统 将里面的证据 一一拷贝下来 正准备将手机放回去时 被我弟一把夺了过去 光这些证据怎么够 让我再送他一份大礼 他拿着陈磊的手机操作了一番 还给我时 又拿我的手机装了一个软件 打开软件 陈磊手机里的画面清晰显现在我手机上 这是被监控了 我一个朋友开发的 你用后给他一个好评就好了 我弟解释道 我们做这些的时候 爸妈虽然就在旁边 却并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所以也没有多问 做好这一切 我把今天拿到的体检单 还有特意去心脏科 咨询的对话放在一块 做成了视频 匿名发到了网上 刘敏本就是网络红人 跟他沾边的视频一经发出 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少人翻出他以前的视频 说早就怀疑他拍的视频是假的了 竟没想到桑进天良到这种地步 为了钱连自己的孩子都诅咒 那些买过他带货产品的顾客 也纷纷要求退货 说要告他诈骗 记忆实践 他的视频被群起公知 评论区一片乌烟瘴气 我则一直坐在房间里 一边翻评论区一边等 果然后半夜的时候 客房里的陈磊 被手机吵醒了 是他前妻的来电 哭着让他看热点 问他现在该怎么办 陈磊一看傻眼了 又让他别着急 他马上过去 陈磊前脚刚从我家离开 后脚我就叫醒了我弟 想让他带我一起跟过去 姐 你搭着肚子不方便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你留在家里监控手机 我弟说完 拿着车钥匙 急急跟了出去 我回到房间 两眼死死盯着手机屏幕 期间 陈磊除了打开手机 翻看了一下 我跟他以前的聊天记录 并没有任何异常 天快亮的时候 我弟那边依旧没有消息 我有些担忧 正准备打电话过去询问时 就听客厅里传来东的一声闷响 是什么重午摔在了地上 所以我打开门一看 就见我爸仰面躺在客厅地板上 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 四肢还在一颤一颤的 爸 爸 你怎么了 我赶紧冲了过去 我爸的眼珠子动了一动 颤抖着手指向一旁的手机 手机里正播放着刘敏的最新视频 他一脸的楚楚可怜 手里拿着几张诊断资料 说他没有骗人 安安小时候确实有过心脏病 近两年才通过手术治疗好 他还说 他已经查出是谁在背后诋毁他了 然后他放出了我跟陈磊的亲密照 他表示 我是破坏他们家庭的小三 抢了他老公不说 现在看他拍短视频挣了钱 就想毁了他 他甚至还拿出了在他跟陈磊婚姻存续期间 我跟陈磊两人的聊天记录 最后 他说 肖念 你比我年轻 比我漂亮 你抢走我老公 破坏我家庭时 我自知抢不过你 一度想过去死 是安安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我只有安安了 我没什么文化 也不会说话 只能靠着记录日常来赚点生活费 可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肖念 我求你了 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 放过我们孤儿寡母吧 我给你磕头了 我给你磕头了 他边说边磕头 哭得撕心裂肺 似乎我真的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 网上的评论开始一边倒 他们骂我不要脸 骂我抢人家老公 骂我蛇蝎心肠不得好死 我爸就是看到这个视频后 中风倒在地上的 爸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你别急 我先送你去医院 我一边安慰我爸 一边拿出手机 想要打120 就在这个时候 门突然被打开了 我以为是我弟 正想喊他过来帮忙 一抬眼 却看到了站在门后的沉泪 他脸色从未有过的阴沉 漆黑眸色 酝酿着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惊涛骇浪 诋毁安安的视频 是不是你发的 他问 人已经大步踏了进来 并反手锁上了门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爸被你前期发的视频 气得中了风 我现在要去医院 我边说边扶起我爸 想要继续拨打120 却被他一把夺过手机 我在问你话 萧念 我要一个解释 你为什么要诬陷刘敏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脸上不负以往的温柔体贴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的争鸣 还有杀意 我想到他跟刘敏的聊天记录 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陈 陈磊 怎么回事 妮儿 出什么事了 我妈听到动静 披着衣服从卧室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她吓得双腿一软 老头子 你怎么了 老头子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陈磊见我妈出来 脸上猙獰的表情 渐渐恢复原样 清了清嗓子道 我看像是中风 先送去医院吧 说爸 过来想要扶我爸 被我不动声色躲开了 不 不用了 我已经叫了救护车 救护车很快到了 我爸被送去了医院 幸好送来得及时 经过抢救后 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仍不能动弹 需要留院继续观察 陈磊一直跟在后面 跑前跑后的缴费 办理住院手续 安慰我妈 我看着她 几乎要怀疑 先前看到的一幕 只是我的幻觉 但只是几乎 我知道这个男人有多可怕 Z消致很快也到了 她看到陈磊时 明显一愣 爸怎么样了 好好的怎么会突然中风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她问我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但后续恢复期很长 有可能这一辈子 就只能坐轮椅了 我说着 声音也不由地哽咽 萧志的身影晃了一晃 她又看了陈磊一眼 犹豫着开口 爸怎么会突然中风的 我只好将视频的事 151时跟她讲了 萧志刚听完 转身一拳 便打在了陈磊身上 姓陈的 你就是这样对我姐的 你那个前妻 到底还有完没完了 陈磊被打得一连后退了好几 萧志 你凭什么打我 是你们诬陷安安 没有病在先 刘敏这样做 只不过是一眼还眼 你儿子有没有病 你前妻有没有骗人 你TM的不知道 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我姐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 我弟说着 飞起一腿又踢了过去 陈磊被踢倒在地 爬起身子想要还手 被我一把拉住 好了 你先回去吧 我弟还在气头上 你别惹他 我弟又给了他一拳 滚 别再让我看到你 陈磊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他彻底不见 我弟才从口袋里 掏出一大大资料来 说是他今天查到的 原来他自凌晨出门后 就跟着陈磊 一直跟到了 刘敏所住的小区 但因为没有出入症 被拦在了外面 他在外面拍了几张相片 正想着如何混进去 意外看见了那天 在医院见过的中年男人 男人似乎也是来找刘敏的 但同样也吃了闭门羹 我弟便让人查了一下 这个男人 男人姓黄 是一个工地的包工头 早在刘敏跟陈磊结婚之前 就跟他好过 后来刘敏结婚 两人也没有断了联系 一直偷偷摸摸地来往 刘敏离婚后 两人便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陈磊自始至终都不知道 这个男人的存在 安安的身世有问题 听到这里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口 我弟也点头 我也怀疑 安安不是姓陈的 小智 你想办法取到安安的头发 给他们分别做一份亲子鉴定 我有用 我知道肖智有这个本事 他在学校的时候 人员就不错 后来出来工作 进了销售部 人脉更广了 我弟离开了 我则安心留在医院里 跟我妈一起照顾我爸 期间陈磊给我打过好几通电话 我都没有接 最后 他只好亲自跑到医院来 给我看了一段视频 是我拿着安安的体检单向 心脏科医生询问的录像 他说 萧念 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目的 要调查安安 你是我老婆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刘敏不一样 安安是他的全部 我已经跟他沟通好了 他说 只要你亲自过去 向他和安安道歉 他可以不计前嫌 删掉网络上的视频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过去了 我指了指自己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陈磊 你觉得这件事能过去吗 爸不是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可他后半生 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可是萧念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视频不删 你被小三的事 只会越闹越大 网友最恨小三 现在有人已经查到了你所在的医院 我是怕你有危险 乖 听话 去跟刘敏道个歉 他说着还想要拉我走 被我反手一耳光就扇了过去 你也知道 我是被小三 你怕我有危险 所以主动给刘敏提供证据 让他发视频诬陷我 陈磊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主动追我的 还说你早就离婚了 两年前 陈磊追我时 就跟我坦白了 他离过婚的事 他们有证据 我也有 可现在还不到时候 说完这些 我便转身回了房 我怕再跟他多吵一句 会忍不住将他手机里的秘密脱口而出 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 我不能打草惊蛇 一个星期后 我爸终于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只是双腿依旧不能动他 他看着我摇头 又指了指一旁的手机 我知道他是想问我视频的事 我安慰他 爸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人 是刘敏故意冤枉我 我跟小智已经找到证据了 等你出院 就去法院起诉他们 我妈这几天在医院 大概也将事情弄清楚了 此时也跟我一起安慰我爸 老头子 那儿不是那种人 我的女儿我清楚 我也相信 他跟小智能处理好这件事 你好好养病 别再给两个孩子添麻烦了 我妈虽如是说 眼眶却忍不住红了一圈 我爸颤抖着 回握住他的手 老婆子 我知道了 都是我身体不好 拖累了你们 我不忍再看 起身去了外面的卫生间 出来时 被几个陌生人拦住了去路 你就是消灭 我见他们来者不善 下意识摇头想要离开 其中一个中年女人 看了看自己手机里的相片 肯定道 就是她 不要脸的小三 然后迅速扇了我一耳光 其他人见到这一幕 纷纷指着我的鼻子骂 骂我不要脸 抢别人老公 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不得好死云云 左边脸颊火辣辣地疼着 我捂着自己的肚子没有吭声 眼角注意到厕所旁边的摄像头 下意识往那边躲去 刚走出没几步 身后突然被人重重一提 啊 我一个亮呛 身体不由自主往前倾去 撞在了走廊边的长椅上 肚子传来钻心的疼痛 救命 我早产了 生下了一个女儿 几乎是刚出生就被送去了保温箱 病房里 我弟跪在地上向我道歉 说都是他不好 保护不了父亲 也保护不了姐姐 边说边扇自己耳光 我赶紧阻止 哭着告诉他 是陈磊 那些人是陈磊联和刘敏一起安排的 他们早就想我死了 姐 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我弟说着 拿出了他这几天查到的资料 最上面的是两份亲子鉴定 一份是安安跟陈磊的 没有血缘关系 另一份是安安跟黄老板的 也没有血缘关系 怎么会这样 安安不是陈磊的儿子 这我早就猜想过了 可安安竟然也不是黄老板的儿子 那他的亲生父亲会是谁 这事恐怕连刘敏自己都不清楚 我弟说完 示意我继续往下看 亲子鉴定下面放着好几张安安的近身照 他的手臂上 大腿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痕 有陈年旧伤 也有刚天的心伤 一道道 纵横交错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这是刘敏干的 我不敢相信 我弟点头 刘敏压根没把安安当孩子 只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 安安在镜头前的表现 全是他用棍子逼出来的 我的天呐 他还是人吗 安安才六岁啊 我惊呼 或许是当了妈妈的缘故 我看着那些相片就有些于心不忍 这是一个亲生母亲能干出来的事吗 我也怀疑过 安安不是他亲生的 我弟回答 可我查过了 安安确实是他的孩子 只是不知道生父到底是谁 刘敏在少女时期就不安分 先是找了黄老板当金主 后又跟好几个男人同时交往 就算是跟陈磊结婚后 外面的关系也依旧没断 十足一个女海王 资料里除了安安的照片 还有许多刘敏跟其他男人的亲密照 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男人都有 他在哄男人方面很有一套 陈磊算一个 先是哄着他假离婚 自己在互联网上维持单身母亲人设 后又窜多他主动追我 想要谋划我的财产 他很聪明 跟陈磊的聊天记录里 将自己隐藏得很好 大多是陈磊在谋划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是当面谈 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被曝光 他也能全身而退 让陈磊去当替死鬼 除了陈磊 他还有很多备胎 黄老板就是其中一个 这些年来 他一个女人能在众多网红中脱颖而出 背后离不开那些男人的支持 资料很详细 除了照片 还有交往的时间跟地点 我弟又说 照片是黄老板给我的 他早就开始怀疑刘敏了 他原本想自己曝光的 但现在视频的事闹得很大 他怕引火上身 知道我在调查刘敏后 便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了 刘敏利用诬陷我的视频博取同情 短短几天圈粉百万 接了不少直播 成了小有名气的大网红 他一边在男人堆里如鱼得水 一边又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圈前 背地里还雇人推我 想要置我于死地 他以为法不择众 毕竟网络上骂我的人太多了 查不到他头上 可他忘了医院有监控 我出事那天发生的一幕 全被拍了下来 我让萧志调出监控 顺藤摸瓜 找出当时踢我的人 一起送去了警察局 那些人本就是拿钱办事 一进警察局立马全招了 还提供了刘敏雇佣他们的打款记录 我将那些资料一一整理好 等身体稍微好一些 便在病房里录制了澄清视频 从我跟陈磊的相识说起 到他主动追我 向我求婚 又在婚后瞒着我跟前妻纠缠不清 我手上的证据远比刘敏提供的要多得多 他公布我跟陈磊的亲密照时 只公布了我的长相 给陈磊的脸打了马 当时 有粉丝问他 为什么不把渣男的资料公布出来 他说怕影响安安 可我不怕 我把陈磊的照片 还有资料 以及他当年追我时 说自己离过婚的话 全部公布了出来 还有我爸被他们弃进医院一室 最后才放出安安受伤的相片 以及刘敏雇人推我的证据 事情引来大反转 我不是小三 而是被原配和渣男联合欺骗的可怜女人 知名网红为了流量 竟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下狠手 连孕妇也不放过 这个视频一发出去 热度居高不下 很快便冲上了同城热搜 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给安安做体检的医生也发布了声明 说他曾经也发现过安安身上的伤痕 但都被刘敏搪塞过去了 而刘敏拿出的诊断证明 也不是他们医院开的 安安的心脏手术早在出生那一年就做好了 只是先天性未闭合 手术后与常人无异 有些宝宝甚至能自己愈合 刘敏的那些所谓的先天性心脏病资料 全是花钱买来的 此条视频跟我发的视频一起占据着同城热榜 刘敏一夜之间成了全网唾骂的对象 我没有心情去看评论区 因为我女儿已经从保温箱出来了 她小小的 嫩嫩的 躺在床上安静熟睡的模样 真让人心生怜爱 医生告诉我 宝宝虽然早产 但也快足月了 只要后期护理得当 跟普通小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视频发出去的第二天 陈磊便找来了医院 这是女儿出生后 她第一次来医院找我 我当然不会见她 肖致以前说 见她一次打她一次并不是恐吓 陈磊被她打怕了 最后只得跪在窗户外求我 说她知道错了 她之所以这几天没来看我 没陪着我生孩子 是因为她在外面出差 在给孩子挣奶粉钱 回来以后 她看了视频才知道 刘敏有多坏 她给刘敏转钱 只是出于同情心 毕竟 安安是她的儿子 她希望我能原谅她 我笑了 向医院申请换了病房 上了七楼 窗外终于清静了 我之所以没将陈磊骗婚骗保 还想谋夺我财产一事 一起公布出来 是因为我早就向律师咨询过了 两人的聊天记录 虽然有明确的杀人动机 却并没有展开实际行动 顶多算是口骸 如果对方找律师辩护的话 最多也只是让她进去蹲几年 我还得防备她出来后报复我 这种人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可以不要 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为了我和女儿以后的安危 我必须想出一个万全的法子 陈磊见我换了病房 便天天在楼梯口蹲着 改为消息轰炸 一直用手机跟我道歉 三番五次提起从前 想打感情牌 可她的手机被我监控了 她发的那些消息 全是刘敏教的 刘敏一边企图让陈磊说服我 删掉网络上的视频 一边继续花钱雇水军 想要挽回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形象 可总归邪不压正 她虐待安安的事 被人告去了妇联 故人推我又惹上了官司 她的号直接被官方封了 这下她彻底疯了 打电话逼陈磊向我动手 我看到陈磊终于点进了 我匿名发给她的那家 网上律师咨询所 然后又开始搜索 各种让人意外死亡的事件 最后她把车开去了修理厂 我知道机会来了 我要出院的前一天 陈磊再次打来电话 这一次我接了 她在电话里哭着求我原谅 希望我能再给她一次机会 让她亲自接我出院 她想要见女儿一面 尽到一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 我答应了 我出院那天一直下着小雨 我在病房里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听着交通广播 市医院北边一条路 因为接连几天的雨水 发生道路坍塌 希望各路司机绕道而行 陈磊很快便到了 破天荒的 手里举礼 还举着一束火红的玫瑰 老婆 谢谢你肯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亲自来接你跟女儿回家 家里的一切都打扫好了 我们走吧 我瞥了一眼她手里的花 皱眉道 宝宝还太小 适应不了花粉的味道 你拿出去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这就拿出去 她放下手里的公文包 将花送了出去 不一会儿便回来了 老婆 走吧 车就停在医院门口 我可以跟你回家 也可以不再提离婚一事 但我有一个要求 你让刘敏过来 当面向我道歉 陈磊愣了一愣 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临时变卦 脸上浮出为难 老婆 你看我现在都过来了 有什么事 我们回去再说好吗 你应还是不应 我态度强硬 你也知道刘敏的脾气 她现在惹了官司 又被网爆 如果把她带过来 我怕会对你 我打断她的话 那是我的事 如果你能说服她来 向我道歉 我就跟你回家 撤掉起诉她的官司 如果不能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拿起自己的公文包 老婆 你等我 我现在就过去说服她 我目送她离去 等她到了走廊上 我又补了一句 我想吃北街那边的春饼 你回来的时候 顺便帮我带一份 她点头离开了医院 雨越下越大 我收拾好自己的物品 让月嫂帮我抱着宝宝 一起去办理了出院手续 刚办好 我弟便到了 他是来接我回家的 我当然不会等陈磊 因为我知道他回不来了 上了我弟的车后 陈磊也来了电话 他说他已经说服了刘敏 正带着他往医院赶来 我提醒他别忘了我爱吃的春饼 挂掉电话后 我开始仔细计算他的行程 等他行驶到那段他方路段时 拿起手机主动给他打了电话 陈磊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就在你旁边的公文包里 公文包里的东西 是他刚刚来医院时 我悄悄放进去的 那里面除了亲子鉴定 还有刘敏背叛他的证据 敏敏帮我把公文包打开一下 他吩咐道 瞧 叫得多亲热 副驾驶上的刘敏打开公文包 看清里面的东西时 吓得立马就要放回去 可车子已经行驶到了他方路段 车身颠簸不平 相片又太多 一打开便全被抖了出来 还有那份亲子鉴定 陈磊愣住了 等等 这是什么 他看到了那份亲子鉴定 还有刘敏给他戴的无数顶绿帽子 他开始暴跳如雷地质问刘敏 可他忘了自己正在开车 还行驶在危险路段上 我没再继续听下去 直接挂了电话 将通话记录删除后 又把那款监控软件 从他手机里卸载了 我到家的时候 电视里正在播放那一起车祸事件 雨天路滑 司机不听劝阻 非要走近道 经过那一段塌方路段时 司机与乘客似乎发生了争执 因为交警在事故现场 发现了大量相片 还有亲子鉴定 车身失控 冲向对面车道后 又冲破护栏 掉下了几十米高的山坡 两人当场毙命 陈磊死了 他死后 交警把车拿去事故中心做了鉴定 发现这辆车前两天送去过修理厂 司机自己悄悄动了方向盘 发生紧急情况时 方向盘会自动向左打 以保证司机的安全 可他当天行驶的路段 右边是山体 左边是山坡 这也是导致司机死亡的主要原因 如果换成任何一条路 发生车祸时 死的就只是副驾驶上的人了 我拿着他的死亡通知 去了保险公司 领到了那笔高额保险 又用这笔保险 捐了一所孤儿院 将安安送了进去 让里面的人善待他 安安虽然才六岁 但因为常年遭受刘敏的虐待 个子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 他知道刘敏死后 没有掉一滴眼泪 听话地走进了孤儿院 而我也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完 追了沈州白十年 我终于觉得没意思透了 我放弃了他 跟喜欢我的周延川在一起了 周延川在全程燃放了一碗烟花 买下小岛给我求婚 可结婚前夕 他却失踪了 我找到他时 听到他跟人吃笑 我就是故意恶心沈州白才追的许清涵 追到手了 反而觉得没意思了 但我又不甘心 所以逃个婚 让他丢脸 不好玩吗 于是我先逃了婚 之后的事更是让他沦为全程的笑柄 结婚前一个月 周延川失踪了 我找遍了全程都没找到他 他消失的第七天 我收到消息 说他出现在了护士 我连夜飞了过去 在一艘轮船上 我终于见到了他 要敲门进去时 听到了他的吃笑声 我就是故意恶心沈州白才追的许清涵 追到手了 反而觉得没意思了 我顿住了脚步 他不像是喝醉的样子 反而很清醒 所以 很过分的话从他嘴里说了出来 而且尝过他的滋味后 就觉得挺无趣的 周围想起一阵暧昧的笑声 还得是周爷 拿下了高岭之花呀 周延川似乎很享受这种恭维 继续说道 别看他之前追沈州白豁出了命一样 但是纯得不行 可惜了 可惜什么 周延川缓缓吐出一口烟 可惜呀 我虽然是他第一个男人 但不是他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他喜欢沈州白十年 谁知道他的心疼干净没有 要不是跟沈州白是死对头 想着追到许清涵去隔映他 我也不至于表演什么默默守护的深情男人戏码 有人打去 人到手谈了三年了 周爷怎么现在开始感叹了 周延川一脸烦躁 冷着声音 就因为追了他那么久 所以才觉得不甘心 人群里有人继续说 听说他到处找你 都快疯了 你消失了这么多天 没事吗 周延川吸了一口烟 吐出一阵烟雾吃笑 逃个婚让他丢脸 不好玩吗 我从他的表情里 没有看到一丝愧疚 怜惜和爱意 而是大仇得报 而是终于等到今天 指尖陷进掌心 心脏像是被人用针扎一样 痛到窒息 我一直以为周延川会是我的救赎和终点 我也确保了 我对他的感情不是感动 而是喜欢后 才答应的他 那天 他高兴地燃放了一层烟花 在一起三年后 他用我的名字 买下了一个小岛跟我求婚 天空中放满了孔明灯 我以为这是爱 是浪漫 没想到 却是他为了报复沈周白而做的戏 原来 那十多年的深情和帮助 都是演的吗 恍惚间 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我十二岁从南方小镇被接回许家 局促不安 自卑怯弱 当年沈周白只是替我挡住了霸凌 我就无药可救爱上了他 追他追到尽人皆知 可他却对我厌恶至极 后来我终于觉得没意思透了 我放弃了他 看到了一直默默守护我的周延川 那晚下着很大的雨 他一直给我撑着伞 他说 许清涵 我不求你能看到我 我只求你能从此自由随心 多可笑啊 我把心扫干净了 迎接周延川的到来 在我一步步沦陷在他的温柔里 在我开始幻想和他的甜蜜未来时 没想到 却是给了他一个朝我心上凌迟的机会 一刀一刀 鲜血淋漓 鼻尖酸色上涌 眼睛里是控制不住的疼痛 一滴泪落下 被我迅速擦干 里面的声音还在继续 都是为他出主意 报复一个女人 那自然是让他在最幸福的时候 狠狠跌落深渊 不是更有意思 对 所以周少 你应该回去 你要回去陪他挑婚纱 你要陪他一起送情帖 你要表现得神不知鬼不觉 然后在婚礼那天 留下他一个人难看 我敢打赌 许清涵一定会疯的 全是恶心的笑 我忍住反胃 等待着周延川的回复 我多想从他嘴里听到 别开玩笑了 我是爱许清涵的 或者是 这样做对女孩子来说 太过火了 可沉默了半晌 我却听到了周延川沉着声音答应 嗯 这个想法不错 就这么着吧 无边的愤怒 压得我快要窒息了 我扯出一个惨淡的笑 可眼泪还是肆无忌惮地落下 周延川 你想玩事吗 那我就陪你演戏 我也很想看到婚礼那天 你发现我逃婚的时候 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抹掉了去护士的踪迹 回到和周延川的婚房 我把他这些年来送我的礼物拿出来 一个个捡坏 真奇怪 明明我什么都没有想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眼泪流下 我曾经听到过一句话 失恋就像是得了一场风湿病 白天晴朗没什么事 可是晚上阴湿入骨 疼得钻心 或许这只是我的阶段反应而已 我起身 把那件定做的婚纱平铺在地上 面无表情地用剪刀划下一道撕裂的口 我要提醒自己 感情也是这样 一旦出现裂痕 如何修补 都不可能回到最初 收拾好一切 我把这些东西放到了书房 周延川很少进去 躺在床上没睡椅 看短视频的时候 刷到了一个可能认识的人的推送 名字叫爱阿炎的我呀 鬼使神差的 我点了进去 是一个女生暗恋一个男生的记录 最新一条 她的定位是在护士 配文 喜欢十年的男人 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我想鼓起勇气告白 替我加油吧 在她的配图里 我看到了一只熟悉的手 无名纸上还带着婚戒 那是周延川 我没等来周延川的消息 却接到了沈周白的电话 你猜我在护士遇到了谁 沈周白 我不关心 别换着号码 给我打电话了 我要挂掉时 听到她压抑在嗓音底下的得意 许清涵 周延川为什么消失这么久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她不想跟你结婚 她介意你追过我 她不过是为了报复我 才故意接近你 她根本不是值得托付的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许清涵 至少我身边除了你喜欢过我十年外 没有其他女孩 我坐起身来 提高了声音 沈周白 你是故意的 对吗 五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热衷于挑拨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但我告诉你 无论怎么样 这都是我的选择 我愿赌服输 绝不回头 沈周白沉默了一瞬 达非所问 发了你一个东西 你会感兴趣的 挂掉电话后 我收到了一个视频 昏暗的光线下 一个女孩和周延川面对面站在一起 她吐出一口烟圈 神情一如既往的散漫 在起哄声中 这个女生点起脚尖 吻上了她的唇 而她并没有躲开 视频到这里结束 我打开女孩的社交账号 已经更新了动态 怎么不算成功呢 配图是两个人的接吻照 我恶心地想吐 跑到卫生间抱住马桶干呕了很久 才想起来 我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能吐出什么东西来 此刻 胃痛得我忍不住静攒 我强撑着痛感睡到了床上 蜷缩成一团 突然想起 刚和周延川确定关系时 我半夜想看山顶的星星 她一句话没问 纵容我的小任性 连夜开车把我送到了山顶 半夜微凉 她轻轻抱着我 体温传到我身上 她俯身小心翼翼问 月色这么美 许清涵 我可以闻你吗 终究是回不去了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 客厅传来动静 我冷汗直冒 没有力气起身 下一秒 卧室的灯开了 刺眼的光芒 让我睁不开眼睛 我听到了周延川着急的声音 轻轻 你怎么了 早上七点 我在医院醒来 看到周延川握着我的手 一脸憔悴 看起来像是守了我一晚 她起身给我倒水 我不在 你就这么糟蹋自己的身子 你胃一向不好 这是不要命了 啊 她质问我 你看 多可笑 找她的这一周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瘦了五斤 我一直以为是不是周延川在生意场上得罪了人 被人给绑了 担惊受怕 每晚睡不着 泪湿了枕头 可她却心安理得的在别的地方潇洒 还和小姑娘接吻 不说话 周延川眼里含着笑 捏了捏我的脸 知道我会惩罚你是吧 好了 起来吃点东西 老公回去给你熬的粥 一宿没睡 她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扶我起来 拿着勺子 一口一口喂我 有几次我很想开口问她 周延川 演戏 你累吗 或者跟她说 周延川我听到你们的谈话了 你要不想结婚 我们马上可以取消婚礼 反正也没领证 可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 我也很想知道 明明爱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她要这么对我 就因为我曾经喜欢过别人 我就不配得到爱了吗 乖乖 你哭什么 她放下碗 手忙脚乱的帮我擦眼泪 我错了 老公错了 好不好 我垂眸 缓缓闭上眼睛 却落入了周延川的怀抱里 她轻抚着我的后背 开始解释 宝贝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只是有点太激动了 知道要娶你 一时间不敢相信 我怕是梦 所以想让自己清醒一下 抱歉没有提前告诉你 你会原谅我吗 撒谎 还有二十天 我们就要结婚了 这段时间 我都会在家好好陪你 让你做我最美的新娘 好吗 可是周延川 我们没有以后了 她用纸腹 擦掉我脸颊上的眼泪 那双桃花眼盯着你时 会让你觉得她是如此的深情 我出去抽根烟 等会儿我们出院 周延川或许是对我太放心了 又或许也不怕我会多想 毕竟她现在不过是在履行她哥们说的话 表演深情罢了 所以我拿起了她一直有消息弹出来的手机 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一直都知道 但是我从来没查过 打开手机 名字是一朵桃花的女生 发来了很多消息 是昨天加上的 阿颜哥哥 这么晚回来 要早点回去休息啊 我听说阿颜哥哥要结婚了 可以发我一张请帖吗 我也想沾沾喜气 我下飞机 看到你一直捂着肚子 是不舒服吗 我连夜给你炖了小米粥 养胃的 快夸我棒 前面的她都没有回复 只有这一条 她回 送到这个地址来 我侧头看了看桌上粉红色的保温盒 又开始反胃了 后面女生还在发 你生病了 要不要紧呢 我就在医院陪着你好不好 粥喝完了我再去熬 阿颜哥哥要注意身体 坐大厅里一宿 腿都骂了 生理期肚子好难受 我关掉手机 把消息设置成未读 然后翻身下床 在大厅里 我果然看到了周延川 以及 昨天那个小姑娘 隔着人群 我静静看着她们 有说有笑 女孩手舞足蹈 马尾便一跳一跳 不知道说到什么 她撅了撅嘴 摸了摸肚子 而周延川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有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 像是偷窥别人的小三 从昨晚的接吻 到今天的揉头发 看来周延川 挺喜欢她的 也对 谁不喜欢默默对自己好 不求回报 还满心满眼都是她的人呢 我自嘲地笑了笑 转身走到拐角 却看到了沈周白 她从阴影里走出来 目光阴致看着周延川的方向 这就是你给我选的对手 我直视她 别自作多情 许清涵 为什么当初不追我了 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追了她十年 还不够吗 自从我不追她了 她反而经常来刷存在感了 她或许根本也不是喜欢我 她跟周延川一样 只是不甘心作祟而已 就这样 你还要结婚吗 沈周白问我 我扯了扯唇 管好你自己 对你我早就放弃了 我真的真的 不想见到你 擦身而过 沈周白问 就算是她有了别人 你也没关系吗 有关系的 我压了压心脏的位置 有些痛 但我知道 总有一天她会好的 还有二十天 许清涵 忍忍 和周延川回家的路上 我告诉她 那件定做的婚纱 被我不小心弄坏了 这是不是在预示着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 我静静观察着她的表情 只是微微皱了一下眉 她就转过头来 握住我的手 和以往一样温柔地笑 那我们明天重新看婚纱好不好 那件婚纱定做了半年 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 独一无二的 一周前才送回来 我上身很好看 周延川刚好失踪 没看我穿过 我不想要了 遗憾吗 我不遗憾 周延川 要完不是吗 这才刚开始 第二天重新挑选婚纱 成品婚纱 当然是怎么都不太合身的 我故意让周延川 陪我选了一天 都没选到合适的 回去的路上 我叹气 好可惜 都怪我不小心 周延川笑了笑 没事的 慢慢来 我盯着她的眼睛 周延川 婚纱坏了 要不我们就不结婚了吧 猛然一个刹车 我被惯性带着往前 撞在了周延川的手上 她护住了我 没事吧 我摇头 假装问 怎么了 我开玩笑的 她死死捏紧我的手 一把抱住我 宝贝 我经不起 你这个玩笑的 你不知道 我等今天等了多久 是吗 可是周延川 这不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陪我挑婚纱 陪我写情帖 陪我一起制造幸福的回忆 然后再狠狠插我一刀 我不过是在帮你制造机会啊 你在怕什么 晚上回去 门刚关上 还没来得及脱鞋子 周延川就抱住我 抵在玄关的柜子上 滚烫的身躯拥紧我 铺天盖地地稳落下 急切地想要发泄情绪 我躲掉了 轻轻推开她 周延川 我难受 不想做 溅在弦上 被我扫兴地画一次击 她身子僵了僵 像是努力 要在我脸上看到什么 半晌 她叹气抱住我 手温柔地放在 我肚子上轻柔 胃还在痛吗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 她的吻落在了我的发上 你先做会儿 我洗个澡出来 给你做饭 手机就在旁边闪了又闪 我解锁 看到了那个女生的信息 阿颜哥哥 我的情帖还没收到 乖巧 JPG 对了 周阿姨让我明天去你公司一趟 我简历通过了 我真棒 希望一切顺利 这样我可以天天看到你了 还可以帮你送午餐 我亲手做的哦 我轻轻放了回去 然后打开了我的备婚日记 写下 婚礼倒计时19天 今天和阿颜去挑了婚纱 真可惜啊 没有一件合身的 可能因为最近找她 瘦了太多的原因 可是没关系啊 一想到即将成为她的新娘 真开心也 她也跟我一样的 是吗 网上翻 我补写了这段时间发生的小事 婚礼倒计时30天 阿颜失踪了 我找不到她 我用平板反复看着我们的婚礼现场策划 哭了一夜 眼睛都肿了 婚礼倒计时20天 阿颜回来了 我太不争气了 是我逼她太紧 让她婚前恐惧了吗 是我的错 我不该这样的 我只是太爱她了 这些会是我日后送给她最杀人诛心的礼物 婚纱最后是周延川订的 她说这次就先将就 已经重金托大师重新定制了新的婚纱 等我们在小岛上办婚礼时再穿 哦 那个岛是周延川跟我求婚时买下 用我的名字命名的 多讽刺 当初求婚时 说终于得偿所愿的人是她 如今快结婚时 想逃婚让我难堪的人也是她 周延川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 求一颗真心就这么难吗 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孩的动态更新 工作顺利解决 阿颜哥哥留我在身边了 离男神又进了一步 嘻嘻 配图是偷拍的周延川开会的照片 我全部都截了图 并写下 婚礼倒计时17天 海上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可很少有人知道 这句诗的下一句是 向来心是看客心 奈何人是剧中人 不过一场静花水月的梦 我偏要为她编制一场幸福的梦 然后让她狠狠跌落深渊 所以 最近一个星期 我让周延川陪我做了很多事 婚礼的细节 这次我全程都没有参与 我让周延川自己去跟策划公司对接 我要让她了解里面的每一个环节 哪怕是最小的一束花 也要让她知道来自哪里 我让她对所有的流程 精确到每分钟要做什么事情 都要她比我更清楚 她抱着我撒娇 老婆 娶你真的是一项大工程 我笑开 周延川 这么大的工程 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你不会那天逃婚吧 她静默了一下 没说话 梁九 她抱紧我 老婆 我怎么可能逃婚呢 我爱死了你 可爱死了我的她 还是在他们哥们群里发 半婚礼真费神 所以逃婚的时候才更爽 不是吗 留下一个烂摊子 让所有亲近的人丢脸 这就是周延川想要的报复 我没说话 拉着她写情帖 其实情帖早就已经发了出去 我提议给最亲近的朋友再发一次 她亲自提笔 我亲手交注 我让她写下 日出有盼 日落有念 所欲皆甜 笑着对她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她没应我 因为我看到她在发消息给那个女孩 请帖明天给你 女孩发了一个开心的表情 我也写下 婚礼倒计十八天 会等到圆满的结局吗 当然不会 婚礼前六天 那个女生又更新了 我想把第一次送给她 我就没有遗憾了 配图是一张酒店的卡 此刻 周延川正在厨房做饭 我听到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接起来 神色变了变 余光看向我 我就坐在客厅里 微笑着静静望着她 她关掉了火 走到阳台去 等出来时 她已经在解围裙了 公司有点事 饭我都做好了 你先吃 我一会儿回来 我笑了笑问她 你这么着急 不会是要去跟谁约会吧 周延川眼神闪躲了一下 马上捏了捏我的脸 说什么呢 真的有急事 她又撒谎了 我拉住她的衣袖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你能不能别走 哪里不舒服 周延川摸了摸我的脸 我指了指心口的位置 这里 她坏笑 在我额头上亲吻 小骗子 别闹了 我去去就回 今晚早点回来陪你 还是要走啊 我这段时间都没让她碰 肯定很着急吧 等她出了门 我悄悄跟在她身后 平时那么谨慎一个人 是会有多心急 才没发现 一直跟在身后的我 停车也没停好 连车锁都忘记关了 我在外面等着等着 等到了凌晨十二点 周延川都没有出来 周延川回来时 我假装已经睡着 听到浴室里 哗啦啦的洗澡水声 只觉得烦躁 心口堵着一团气 闷得慌 一会儿 身边的床榻深陷 我已经被她拥在了怀里 我挣扎 别动 我想抱抱你 她亲吻我的头发 仿佛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是一想到她的身体 可能残留着 其他女人的香水 我就恶心地想吐 我紧紧捏着床单 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 却还是忍不住 一口咬在她的肩膀上 我太难受了 我太需要发泄了 不然我怕我会疯掉 周延川吃痛 问道 老婆 你怎么了 直到尝到了血腥味 我才松口 她坐起身来 看着一脸惨白的我 心疼不已 你到底怎么了 这段时间 我就觉得你怪怪的 但又说不清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 告诉老公 嗯 看着她这张令人作呕的脸 我缓了缓 没事 结婚前压力有点大 害怕出差错 她抱住我重新躺下 低缓温柔的嗓音 想在我的耳旁 有什么我都陪着你 看你难受 我比谁都心痛 我没说话 她继续开口 宝贝 你说我们结婚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会结婚 她轻笑 我以前做梦都在想能和你有以后 所以得到了就不珍惜 是吗 我想你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做早餐 清晨的阳光撒在了你的脸颊 肯定很美 我想你生两个孩子 一个像你一个像我 是爱情的结晶 他们肯定会长得很好 我想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老婆 你问我会不会逃婚 我怎么可能逃婚呢 我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毕竟是我亲手追到的呀 周延川 别演得连自己都骗了 婚礼前三天 我没想过这个叫陶蕊的女孩 会来找我 见到她时 我终于想起来她是谁了 她是周延川家资助过的一个女孩 女孩挺争气的 从小村镇考到了大城市 也暗暗对周延川许下了芳心 也是 懵懂得年纪遇到了帅气有钱 遥不可及的男人 这个男人还拯救他于水火 谁会不喜欢 姐姐 你喜欢过别人十年 我却只喜欢周延川十年 所以 姐姐不要霸占他了好不好 她眉眼俏里 微笑看着我 我却没感觉到一丝温度 姐姐应该看到我发的东西了吧 她知道我看过她的社交账号 所以 她又笑了起来 姐姐也该知道我们接吻 上床 知道我们惺惺相惜 都是暗恋那方 我跟阿炎哥哥才更配 不是吗 心里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 闷得我有些喘不过气起来 她却十足挑衅 女人结婚都喜欢选择 她喜欢自己比自己喜欢她多一点的人 你觉得她真的相信你那十年爱着别人 又能轻易地爱上她吗 你跟她不过堪堪五年吧 周延川连这些都跟她说 是 不追沈周白后 我以朋友的身份跟周延川接触了两年 后来确认了心意才在一起三年 我垂眸笑了笑 你如果这么有自信认定 她会跟你在一起 那么你就不会来找我了 陶蕊脸色一白 马上反击 只是时间问题 不是吗 就跟你一样 你选择了暗恋的她 那么风水轮流转 她也一定会看到卑微爱着她的我 因为她在我的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 她会同情和怜悯 只要她对我有好奇 我就有赢得胜算 在感情里身居高位的你是理解不了的 掌心已经被指甲掐出了点点红痕 想到周延川 我那颗心又像是被谁捏在手里 一阵尖锐的疼痛 我压住喉肩上涌的血腥 起身看着她一字一句 别急啊 妹妹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你这个暗恋者的位置 才该要好好把握 因为一旦上位 白月光就会成为白米粒 朱砂痣也会熬成蚊子血 我靠在车边 深呼吸 却还是难消那种压在心底的烦闷 心脏处的顿痛 变成了一柄刀在翻角 痛得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我捂住心口 死死忍住眼底的酸涩 不 许清寒 不是现在 周延川已经对我产生了愧疚 快结束了 这段时间 我还带她去了我们无数个第一次的地方拍照 我给她交代了一个任务 让她做成相册 代表我们走过的岁月 我告诉她 这就是我们以后美好的回忆 她在做的时候 没写下一个地点 就会停顿很久 我知道 她在怀念 报复我是真 可那些感受不是假的 我就是要利用她这些愧疚 变成刺向她的利剑 痛吗 我比她更痛 因为那些时光 我的爱里没有掺杂一丝杂志 可我也没有书 因为我爱得起 我也放得下 只是看错了人而已 回神时 眼前却多了一瓶水 我抬头 沈周白站在阳光下 我都看到了 她说 就算是这样 你都还是要结婚吗 我没有接她的水 她问 后悔吗 爱过的都是经历 我不后悔 你要不要 考虑一下我 她小心翼翼看着我 我都快被气笑了 男人都是这样的吗 你巴巴捧着一颗心给她们的时候 她们不屑一顾 当你收回了那些明晃晃的偏爱 她们又都上赶着来告诉你 她们爱你 沈周白 我说过无数次了 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哪怕我最后跟周延川散了 我都不会选择你 为什么 在这个圈子里 我们各种条件都匹配 何况认识了这么多年 知根知底 我冷哼了一声 所以我许清涵就一定要在你和周延川之间选吗 没有你们 我就活不下去了是吗 不是 她想伸手拉我 被我躲开 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你们在干什么 我回头 背着阳光的周延川面容隐藏在阴影里 眼神晦暗 目光分外森冷 她周身凝着压抑却强势的气场 一拳打在了沈周白的脸上 沈周白只反应了一瞬 就回击了过去 沈周白 打许清涵的主意 你他妈信不信我弄死你 周延川心红灼眼 满腔怒火 沈周白不甘示弱 扎他的心 周延川 你又是什么好人 你敢说 当初追许清涵 不是为了恶心我 你敢说 你对他的感情是纯粹的 我是觊觎着许清涵 但他从没回应过我 你呢 他知道你在外有个好妹妹吗 一瞬间 周延川愣在原地 满脸惊恐看向我 他说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车里 周延川在解释 他说 只是一个喜欢他的小姑娘 看到他就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周延川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 我们就要结婚了 你要相信我 手指收紧 很奇怪 心里的波澜 已经慢慢变小了 我淡淡看着他 周延川 要不我们就不结婚了吧 什么 他眼底的惊慌 不像是眼的 还有三天 我们就结婚了 宝贝 别说气话好吗 周延川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甘心呀 我微微笑着 你觉得我选择你 是因为退而求其次 你不相信我不爱沈周白了 你觉得我的心总有位置留给他是吗 不是 不是这样 我边笑边流泪 周延川 我是真的喜欢你 喜欢你的温柔体贴 喜欢我在你眼里的独一无二 或者说喜欢是没有理由的 那天你站在雨幕中的样子 让我心里一动 我想或许就是你了 他眼尾红了 嗓音发颤 抖着手来给我擦眼泪 我知道 你别说了 我总感觉你是在跟我说分手 别丢下我 求你 周延川 你爱我吗 他几乎毫不犹豫 爱 我当然爱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 可也是你 伤害了我呀 我吸了吸鼻子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好了 毕竟 还没到时候 结婚前两天 我和周延川 各自回到了自己家 他送我时 手紧紧牵着我 生怕我会跑了 轻轻 我们会结婚的是吧 我不置可否 他又自我安慰 当然会结婚的 我们会结婚 那晚 我却偷偷回到了 那个盛满了 我跟他回忆的房子 我把属于我的东西 全部带走 甚至连地上的头发丝 都抹掉了 只留下他送我的 那堆残破的礼物 以及那件被我划烂的婚纱 还有备婚日记 和结婚戒指 我真的很想看到婚礼现场 周延川 发现我不见识的表情 一定很精彩吧 婚礼前一天 陶瑞再次更新了动态 最爱的男人 明天就要结婚了 新娘不是我 配图是自己的手腕被割 躺在病床上的图 我开车出来 戴着墨镜 守在了医院门口 很快 我看到了周延川出现 陶瑞猛然扑到了他的怀里 周延川立在那里 没有伸手 但也没有推开 离得远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陶瑞头抵在他的胸前 不停在哭 很奇怪 我这次心里什么感受都没有 我突然想起了和周延川恋爱的第二年 情到深处 我问他 你以后会不会出轨 喜欢上比我更年轻美丽的姑娘 他蹭了蹭我的脸 说什么呢 谁能有你好看 再说 要是我都能出轨 那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好男人了 12岁认识你 25岁在一起 我人生的一半都是你 我还怎么可能喜欢上别人 都是假的 手机里是学姐发来的消息 我这个博导可是大拿 你来了一定会爱死这里 天知道我有多盼着你来 你可终于想通了 我一直以为 你深博是闹着玩的呢 天杀得我等不及了 你多久来 我在机场放爆竹迎接你 看着不远处互诉中长的两人 我低下头回复 今晚 周延川婚房里 关于我的痕迹 都已经清理干净了 被婚日记提前写下 婚礼倒计时两天 我终于明白 人总要先爱自己 不是我不配被爱 是你们不配我爱 我没有任何问题 婚礼倒计时一天 这段时间看起来是给你机会 其实是我给自己的 省得分开的时候我不甘心 所以我冷眼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看你如何伤害我 看你心安理得 直到我看你的时候 再也没有任何爱意 犯不起任何波澜 甚至开始觉得你恶心透顶 我和你就翻篇了 周延川 我翻篇了 然后收拾好行李 关掉了手机 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我总要允许有些人 短暂地出现在我生命中 爱错了 我会勇敢放下 我会大胆往前走 路总有尽头 只是我也很期待 周延川 明天的婚我也逃了 你是不是也很惊喜 来英国的第三年 我全身心都在学术中 并拿到了助理教授的职位 毕业前夕 学姐来找我喝酒 我前几天不是回国了吗 你猜我看到了谁 谁 就是你那脚踩两只船的前任 学姐一份填膺 狗男人 找到了我 还在那表演深情呢 再次听到她 我心里分外平静 她找你去了 哪是找我呀 反正你大学研究生 所有能找的同学都找了 不过你交代过吗 别跟她说你的行踪 而且你还让家里封锁了消息 她能找到个屁 反正人挺疯挺颠的 我拿着酒杯跟她碰了碰 不是很关心她了 当然也不值得你关心啊 我临走时 她还让我给你带婚纱来 说一直等你 真搞笑 谁让她等的呀 我耸了耸肩 反正都过去了 我不会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 而不甘心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 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 这些年 我早就释怀了 可还是把这个 偷偷塞到了我背包里 真被比 我接过来 是那本我让她手作的相册 里面贴满了我跟她的照片 从不太熟悉到 慢慢生了情 记录着我跟她恋爱以来的 所有事情 翻到最后一页 她刚进有力地自写着 许清涵 我爱你 学姐也看到了 很慌张地看了我一眼 喂 你不会感动吧 我合起相册 扔到了垃圾桶里 怎么会 要是感动 只会让我觉得 自己的努力都是笑话 学姐松了一口气 不过倒是有件事 你应该感兴趣 从学姐嘴里 我听到了陶蕊的故事 说是在国内新闻上 闹得蛮大 她好像当三被原配当场抓住暴打 然后她想利用直播洗白自己 结果却被人挖出了更多的黑料 说她是惯犯了 那些她追周延川时发的文权被扒了出来 暗恋日记被反噬 人人喊打 知三当三啊 妈的 看得我乳腺增生 我都不知道 现在还有人把插足别人感情 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结婚前告白 送自己的第一次 神经霸这女的 我要是男主的未婚妻 我上去直接暴打一顿 女的贱 男的也不无辜啊 她要是有边界感 她能有这么多戏 于是所有人都在蹲这段感情的结局 有知情人说新娘在结婚当天逃婚了 男主翻遍了全程 都没找到她失踪的新娘 人疯了 一众网友大骂活该 学姐说 但愿你一辈子都别遇到这俩晦气玩意儿 说什么就来什么 我代表优秀博士演讲完后 在后台看到了周延川 她拉住我的手腕 轻轻 对不起 能不能听我一句解释 我抽回了手 看她的眼神里只有冷漠 重要吗 她脸色颓败 哽咽得快要说不出话来 许清涵 你不能这样对我 就算是犯人都还有说证词的机会 你不能就这么直接对我判了死刑 我很平静地望着这张我曾经爱过的脸 已经注定的结局 并不会因为你的一句对不起我就会说没关系 也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解释我就会原谅你 她还是不死心 我就真的一点弥补的机会都没有吗 有意义吗 在你说出那句恶心沈周白才追的我时 我们就没有以后了 我想了想 继续说 或许我当初带着点同样抱负的心理陪你演戏 陪你制造你说的那些幸福的回忆 我也带着一丝对你的期待忍了那么些天 可你还是不甘心 只是想逃婚给我难堪 周延川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我不欠你 我欠你 周延川急迫的解释 眼里的红血丝更明显了 是我欠你的 所以我才来找你 我那天不会逃婚的 我只认定你是我的新娘 这辈子唯一的新娘 以前看小说 看到女主对男主攒够了失望离开 会非常期待男主的追欺火葬场剧情 觉得男主后悔了 内疚了 察觉到女主对他的重要性 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可是现在这种情节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却也没觉得 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仇得报 或许是因为 他们那些后悔的情绪 和自己付出过的真感情相比 是真的不值一提 我们的感情 早就在三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你走吧 周延川没走 买下了我对面的公寓 住了下来 而且天天跑到我学校来 死皮赖脸跟了我半年 有一种这辈子要跟我耗下去的心态 我有时候气急 会骂他 周延川 过期的申请你就别演了 行吗 他顿时红了眼眶 许清涵 求你 别这样对我 好吗 我不该嘴贱 我不该说那些话伤你的心 我不该想着逃婚 让你丢脸 我是真的爱你 只是那可笑的自尊心 让我不甘心而已 我知道错了 求你 别不要我 我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觉得有些好笑 周延川 你这样真的挺没意思的 继续对他视而不见 只是我想过离谱的 没想过更离谱的是 沈周白不知道从哪听到他的消息 也跟了来 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俩不愧是一个圈子里的 都是表演型人格 我是上辈子杀人放火 这辈子才会遇到这两个巅工 在圣诞节那天 他们两个人同时约我一起过 我答应了 我想一次性跟他们说清楚 周延川包了一个餐厅 我踏进去的时候 里面已经装置好了满屋的山茶花 他脸上的开心不是假的 却又在看到后面出现的沈周白时 顿时没了血色 你怎么来了 沈周白冷哼 他叫我来的 我把包放在桌上 抬了抬下巴 你们俩都坐吧 轻轻 周延川叫我 今天在这里 我就一次性把话都说清楚吧 咱们三个也认识18年了 如今大家已经30岁 别玩这种幼稚的把戏了 我看向沈周白 我是感谢你在我无助的时候 做过那树光 或许我喜欢的只是那树光 而不是你 在你没有任何回应 对我不厌其烦时 我放下了这份喜欢 所以沈周白 我不欠你的 我也告诉你 你现在对我的执念 只是因为 那个听话胆小的女孩 已经长大成为 不需要任何庇护的样子 而又不围着你转 你不甘心而已 我不是你们两个人 赌气的玩意儿 所以沈周白 离开吧 对你我都好 沈周白静静看着我 转身离开 看着她的背影 仿佛有一瞬间 我穿越时光 看到了12岁的我 躲在卫生间受伤自卑的样子 而这次 不是她拯救了我 而是我终于学会了反抗 只不过用了挺久的时间 但也不算晚 不是吗 轻轻 我知道你喜欢过我 是真的全身心爱过我 周延川或许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什么了 面露痛苦之色 对于周延川的感情 或许要更复杂一点 我缓了缓 对于陶蕊 他急迫解释 我从没爱过他 也没碰过他 我点头 是 你只是想把对我那种不甘心的情绪发泄出去 尤其是越临近婚期 你越是觉得郁节难消 我不骗你 跟你在一起 那五年 我快乐过 痛苦过 心酸过 甜蜜过 是恋爱的感受 是我的经历 我也曾经想着 会跟你共度余生 但有时候 人生就是难以预料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听到了那些话 我陪你演戏 我用你想要报复我的那些事 狠狠报复了你 别说了 轻轻 十八年啊 你要我放弃 我怎么放弃 周延川哽咽着 泪水滑落下来 我该怎么做你 才会原谅我啊 求你告诉我 我叹了一口气 我们三个纠缠得太久了 是得不到幸福的 何况 就跟那件婚纱一样 划破了 修补不好 重新定做的 不合身 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结局 我站起身来 所以 你别来找我了 你们的爱 我承受不起 我也不会回头 他痛苦地抓了抓头发 未来那么漫长 难道就没有一次机会 可以给我吗 我看着他笑了笑 周延川 收到我二十三岁 托你最喜欢的画家画的画了吗 他愣证了一瞬 眼角终于滑下了泪 我们彻底没有关系了 是吗 我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 就是我的回答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偶尔会惋惜 但不会后悔 关上门时 周延川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我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山海自有归期 风雨自在相逢 一南平终将和解 万事终将如意 也助我在人生海海 尽兴开怀 因为总有人间一两风 会舔我十万八千梦 正闻完周延川翻外结婚前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特别慌 手机里的群聊谈出消息 周爷 明天的婚你还结不结呀 给哥几个一个准信 对呀 我们还跑去看热闹 给你录下许清涵的样子 肯定很精彩 手机开开关关 许清涵一条信息都没有发过来 我有些烦躁 在群里发了一条 结婚前 女方都不跟男方联系的吗 哥 咱几个又没结过婚 咋知道 不过一般情况来看 肯定会高兴地睡不着 跟你视频说悄悄话吧 也不一定 万一害羞呢 周哥 你这样问 明天是想结婚的吧 想吗 这段时间 和许清涵一起做的事情 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 心里狠狠跳了一下 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告诉我 我想跟他结婚 我不是玩玩的 我是认真的 毕竟那么多年 我也是付出了真心 我想看他 穿着宽松的睡衣 抱着脚在地毯上看电影 也想看他撅着嘴说 我不会做饭啊 周延川你来帮帮我好不好 更想他小小 一直缩在我怀里 一点情话 就脸红着骂我臭流氓的样子 鲜活的 可爱的 美好的 许清涵 在我们共同的家里 我想跟他天长地久 想到此 我给他拨了一个电话 提示已关机 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我在群里问了后 他们说 可能是太累了 先睡了 毕竟结婚是个大工程 或许是这样的吧 我在群里发 明天我结婚 一个都不准不来 不逃婚了呀 哥 嗨呀 周哥就是说着玩的 哪能真不结呀 真逃婚面子不要了 我熄灭了手机 想着许清涵穿婚纱的样子 一定很好看 只是很可惜 那件定做的婚纱坏了 不过没关系 不管他穿什么 都是最美的新娘 我想周延川 从此后就收起那些 小心思和不甘心 和他好好过日子吧 婚礼现场很诡异 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所有流程都按照既定的在走 主持人在台上 我却心不在焉 我没有看到许清涵 心跳得很快 有一种什么大事 要发生的感觉 主持人说 我们看看新郎 有什么话说时 我猛然惊醒 没有这个环节 可是现场的立体环绕音响 已经开始放出了声音 我差点站不稳 止不住地发抖 是那天在轮船上我说的话 我就是故意恶心 沈周白才追的许清涵 追到手了 反而觉得没意思了 但我又不甘心 所以逃个婚 让他丢脸 不好玩吗 现场一片哗然 紧接着 大屏幕上开始闪过视频 那个女孩亲我 虽然我当时躲掉了 但刚好抓拍到了 她发在社交媒体上 发的酒店房号 有我进去的身影 她说她要自杀 我只是让她不要做傻事 怕她不死心安慰了她一下 同事天涯沦落人 我懂默默喜欢一个人的心酸 还有在医院门口 她抱着我哭的照片 那是她决定放弃我的时候 我没忍心推开她 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不知为何 我的心好像在这一刻碎成了一半又一半 许清涵知道的 原来她都知道 她知道我不想结婚了 还是不死心地陪我演戏 我突然想起那些在一起的回忆 她给了我很多次机会的 然后终于攒够了失望离开 周延川 是你辜负了她 你真该死啊 我跟沈周白打了一架 你特么真不是人 她一拳揍在我脸上 我也有情绪 想要宣泄出去 凶狠地回了一拳 你特么又是什么好东西 沈周白冷笑 是啊 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还觊觎着她 是我错过了一个好女孩的十年 我后悔了 怎么着 周延川 你知道我当初有多羡慕你吗 我没得到过她 我伤害了她 我以为你是不一样的 可你她妈居然是这样的混蛋 她跟你在一起三年啊 不是三天 你就这么对她 我颓废地坐在地上 我不敢想象她 听到我说那些话时 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大概是心死了 所以无声无息逃婚了 一句话都没有给我留下 却在我浑浑噩噩 离开婚礼现场时 收到了一幅来自三年前定制的礼物 我最喜欢的画家画的 画面上 万籁俱寂 鲜瘦的女孩蹲在地上 眼睛蓄满了泪水 抬头望向举伞的男孩 那是23岁的我们 是25岁的许清涵 在我们确认 关系那天 托人画的 经过了三年的时光 终于到达我的手上 卡片上写着 这是25岁的许清涵送给未来周延川的礼物 或许在那一刻 我听到了心动的声音 我捧着话 气不成声 23岁的周延川 会不会想要杀死28岁的她 我沦为了全京城的笑话 说我的新娘 在万众瞩目的婚礼上逃婚了 留下了两个男人为她打架 还都不是什么豪鸟 他们说我这样的混蛋 就不该去招惹人家 我什么都不听 我迫切地想再见到她 我翻遍了整座京城 都没找到她的身影 我终于明白我失踪的时候 她找我时 怀着怎么样绝望的心情了 她像是故意抹去了自己的消息 没有人知道 她去了哪里 我去找人查 也只是得到回复 周爷 你也就别为难我了 是啊 她在听到我说那些话时 就已经开始准备撤离 又怎么可能会让我找到 是我的错 真正的离开 不是大吵大闹 而是悄无声息 许清涵 是真的放弃我了 意识到这点的时候 心里的酸涩 已经快要将我腐蚀 我回到了婚房 里面她存在过的 所有痕迹都没有了 她是故意的 故意不给我留一点点的念想 以一种决绝又狠心的姿态 从我的生活中断牙式玻璃 她真的太狠了 我把每个房间都翻了一遍 终于在书房里 找到了她留下的东西 那是我送她的礼物 全部破碎 她用这种方式 想要跟我划清界限 告诉我 她恶心我送的东西 还有那件 我们去意大利定做的婚纱 有一条长长的划痕 从腰身蔓延到裙摆 我记得半年前我们去定做时 她高兴地手舞足蹈 说终于等到这个设计师 说要在结婚那天 成为我最美的新娘 那时 她的眼里有星光 可是我为了所谓的面子 为了所谓的不甘心和抱负 伤害了我爱的人 伤害了她的真心 很多时候 我又何尝不明白 许清涵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的 热烈的 是想跟我有结果的 我们曾在无数的深夜 抵死缠绵 说着最动听的情话 说着要永远在一起啊 可是 我弄丢了她 我那可笑的自尊心 仅仅因为她喜欢过别人 就极度地发狂 忘记了我们彼此 曾经拥有过最美好的回忆 那些被婚日记里 都是她爱过我的证明 如今 却像是一把把尖刀刺在我的心上 我翻看的时候 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仅仅把这件婚纱抱在怀里 空荡的房子里 只有我的眼泪无声落下 我想用余生弥补 可是那人再也不会见我了 我开始酗酒不回家 用这种方式麻痹自己 我告诉大家 我已经结婚了 我有老婆 她很漂亮 我喜欢了她十多年 才终于抱得美人归 我常常对着手机里 跟她的聊天记录 又哭又笑 她们都说我疯了 我没疯 我只是太想她了 陶蕊又来找我了 我没见她 她不死心 终于逮到机会 跑来酒吧读我 阿言哥哥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干什么 我在喝酒啊 许清涵走了后 我做什么都没有了兴致 我不敢回那个家 全是跟她的回忆 却没有她的气息 无处发泄的情绪 只有靠喝酒 放纵才能得到疏解 陶蕊 滚 好吗 她走上来抱住我 她都那么老了 耽误了你那么久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看看我啊 我年轻 关键是我爱你呀 我孤注一掷地爱了你十年 我的眼里 心里只有你 我比她干净多了 干净 我狠狠推开她 眼里 却觉得有些酸涩 我没睡过好觉 只要一闭眼 都是许清涵的影子 我以为报复过她了 我会得到快感 可是没有 我只觉得心痛得无法呼吸 从十二岁认识到二十八岁 十六年了 我竟然弄丢了她 我好后悔呀 我真的好后悔 毫无预兆的 我捂住脸 崩溃大哭 陶蕊想过来 我抬起头来 冷冷看着她 如果你不想 从京城消失的话 就滚 还有 周嘉给你的资助 到此为止了 那晚 我又回到了 跟许清涵的婚房 我躺在书房的地板上 抱着婚纱缩成一团 三年后 我才得到消息 说她博士毕业了 我二话不说 就飞了过去 我想见她 我想对她说声对不起 可她对我 只有冷淡疏离 她好像真的不爱我了 我不信 明明我们爱过那么多年 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了 于是我住了下来 想跟当年一样挽回她 好女怕狼缠 只要我姿态放低 她那么心软 会看到我的吧 可是 她真的一点都不想看到我 后来沈周白也来了 我对她已经释怀了 时过境迁回头看才发现 以前自己的嫉妒 来得多可笑 只是许清涵约了我们 把话说开了 18年的感情 她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终于明白 我和沈周白都输了 明明先动心的那人是我 明明得到她的人是我 可我输得彻底 后来一年又一年 我每年都会飞很多次英国 只想远远见她一面 35岁那年 我看见她抱着一个小粉团子 坐在露天椅子上 阳光透过云层亲吻她的侧脸 小女孩的眉眼像急了她 远处有个英俊高大的华裔男人买了冰淇淋地给她 她笑起来 还是那么美 只是不属于我 不再属于我 我转头时 看到了同样在身后的沈周白 她也只是默默看着他们 两久 他们一家三口消失在街头 沈周白才开口 许清涵不该认识我们俩 她侧眸 周延川 你当初嫉妒我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会嫉妒你 可是后来 我们都没有握紧她的手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沈周白 我们都是混蛋 混蛋才不配得到爱 余生我只希望 她能平安喜乐 幸福安康 再没有我们的未来 全文完